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好 我是寒冬 小狗狗好可爱 我觉得什么动物要是小的时候都那么好玩 它长不大就好 不过长不大它就不能够给主人挣钱了 我喜欢的这个小动物就在我的旁边 但是我为什么不能够亲自去看抱它什么东西 是因为它的妈妈在这守候我 看着它现在很平静很安静 我刚才是拜托主人进去 把它牵出来拜托进去拍那个在里边 还没有满月的那些小狗狗 如果它一旦意识到危险 它马上会崭新出另外一副嘴脸给你 这个连尝试都不用尝试 但是如果我作为一个陌生人敢从这个门里进去的话 它会毫不留情地攻击我 因为它就是本期节目的主人公养殖的东西 脏狗 这些脏狗是短毛脏狗的一种 因为头大毛短形状如虎 被人们称为虎头脏狗 这些脏狗因为保持了纯正的血统 外形跟一百年前传统的脏狗相近 也被称为古老版的脏狗 范和尘 河北寒单元 饲养藏狗已经十余年 它的小天敖园 因为坚持饲养古老版的脏狗而形成特色 在业内多有无情 从一只小脏狗开始 发展到一百多头的规模 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孝天敖园 目前敖园里养殖着五十多只古老血统的虎头型脏狗 每年实现利润二百多万元 你要养就养最好了 是吧 我们就说不管它的这个价值有多高 是吧 就说必须我们要做这个 熬这个这个全种 我们一定要做到最好了 正是因为要做就要做最好的理念 范和尘从一开始就确定了自己的发展目标 他要饲养的脏狗一定是血统最纯正的 但是什么样的脏狗才是血统最纯正的呢 为了找到血统纯正的古老版的脏狗 范和尘开始多方查找资料 所以说现在就是我们当时发现这个这个照片是呃 原画是在台湾公共博物馆 就是那个宫廷画师 对宫廷画师老师娘 画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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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狗 这就是小贩提到的那幅画苍泥图 画中的这条犬它的名字叫做苍泥 就是当年给乾隆皇帝的一条虎头型脏狗 能作为贡品送给皇上的东西 当然应该是最好的 这条脏狗的模样符合头大额宽 嘴短脖颈综毛短形状如虎的特征 此外他还在一些文献中找到了珍贵的图片 这些都是照相技术出现以后 记录的清朝和民国时期的脏狗的模样 当时这些脏狗都是没有经过杂交的 相对来说是血统比较原始的 而且虎头型的脏狗 在诸多的脏狗品种中 性格相对比较稳重 也比较聪明 最适合家庭饲养 找到了理论依据 2001年范和尘决定购买一只小脏狗回家饲养 当时还在北京一家建筑公司工作的小贩 工资只有一千多元 为了购买脏狗 范和尘硬是省吃俭用 攒下了三千元钱 从青海的牧区买回来第一只虎头型脏狗 因为当时家里房子小 小脏狗就跟着小贩一家人住在一起 成为了家庭中的一员 小贩还特意给这只小脏狗 起了一个很人性化的名字 妞妞 一开始就觉得感好奇 据说因为很多这个脏狗的历史资料 就在网上发现 发现之后呢 就觉得这个东西很神奇 所以说那不行 那就买一只吧 买一只过来 刚开始拿过来就这么小 特好玩 就跟就比刚才他看那两只 那还小呢 特好玩 你歌屋里边 你刚开始什么都不懂 后来时间长了 你叫他干嘛 他干嘛 小脏狗不但有着乖巧的性格 很听主人的话 小贩和妻子还发现 脏狗还有着看家护院的天性 人家从外边往我们家放东西 他不知事 你要是从我们家往外拿东西 他都不让拿 正是因为脏狗忠于主人 又能看家护院的个性 深得小贩夫妇的喜爱 于是第二年 开始又陆续买回来几只脏狗 进行饲养 因为传说二郎神的笑天犬 就是脏狗 所以小贩给自己的熬园 起名为笑天熬园 从此走上了专业养殖脏狗的道路 走上了这条路 他才真正感觉到了养殖脏狗的艰辛 这种艰辛跟当初养一两只娃娃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真正进入了脏狗养殖的圈子 小贩开始做市场的调查和研究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这时候他才发现这里水很深 市场上的脏狗不但品种繁多 而且价格贵的金额 中国目前的脏狗养殖可谓是五花八门 各种品种的脏狗让人眼花缭乱 据不完全统计 脏狗养殖的专业养殖员超过一千多家 整个养殖规模在五十万只以上 面对这样一个市场难免鱼龙混杂 在参展的过程中 范和尘发现现在的脏狗血统纯正的已经不多了 因为它们已经被人为的引入其他品种进行杂交 变成了另外一些品种 这些改变从外貌到性格都在改变 这条脏狗因为太胖已经走不动路了 这条由于过于追求茅长 连脸都被挡住了 如果一条脏狗连路都看不见 才弹劾看家护院 尽管如此 这些脏狗的价格却高得离奇 动辄成百上千万 让人目瞪口呆 范和尘多年的好朋友 来自台湾的林清福先生 是最早养殖脏狗的人士 养殖脏狗二十多年 他对目前市场的乱象也是生物痛绝 你所看到的大家就比了 比肥了 比粗了 比茅长了 造成很多一些负面不应该有的事情 就这样发生了 脏狗的家乡在青藏高原 因为地域和海拔的缘故 很多人没有机会亲自到达这样的地方 去考察脏狗的本源 所以没有机会了解真正的脏狗到底是什么样 加上脏狗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标准 这就给一些人炒作提供了机会 于是在利益的驱动下 脏狗被杂胶 染色 拉皮 注射美容胶原等现象屡见不见 这样的杂胶品种还能算是脏狗吗 现在我们内地很多他们自己说 我这个是纯种的 这个是纯种的 这个异性我们不来讲是怎么回事 但是如果把这种权子拿到原产地 它真活不成 我们开玩笑 性格性格在变化 体型结构在变化 可能在很多大型狗团有些朋友会有体会 有些狗就走都不会走 它就为了追求一个外星 我这个狗 你看看这个皮要多好 这个毛要多好 是吧 这个骨头要多大多吓人 是吧 反正狗我们很奇怪 反正狗养的话能弄到二百来斤 走都不会走 那你说这种狗到底是干什么用 我们这种培育我们不知道它干什么用 中国脏狗研究的论坛上 知名的脏狗学者沃龙先生 就提出了保护纯种血缘的观点 因为时常过度的追求利益 而忘掉了桑敖他的本来的面貌 你比方说有些不懂的人 他想要长毛的 那他就加进了长毛的气 你比方说藏势 有的还加进了其他的血统 就加了松势的血统 那这样外表看起来 符合了一部分人的神秘学 也就当时他把他脱离了脏狗原来的外部特征和内部特征 2005年以后 脏狗市场出现了很多所谓的派系 比如说有的人为了追求毛肠 肉皮松 骨架大 他就会用那种原种的脏狗和其他品种的权种 进行杂交而获得 当然了 这背后有很大的利益驱动 但是正是这种狗 它的售价却非常好 这对养殖原种脏狗的熬主来说 冲击是非常大的 在这种情况下 范合成该怎样抉择呢 当时小贩的熬员 因为饲养的都是短毛的虎头型脏狗 也受到了市场的冲击 销售的情况受到很大的影响 而此时 它的熬员有一百只脏狗 每天关火食的开销就在一万元左右 怎么办 后来家里我说你怎么把车卖了 我就没说 我说这车不好开 我想换好车 就卖了几万块钱 我一直来很短的一段时间 而且跟朋友借了不少钱 一直这样 对一直这样 那你能够维持这个熬员的顺度 日常运动 出别的地方 干别的 从别的挣钱 然后往里 往里扔钱 可是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 面对市场出现的这种情况 范合成也开始了反思 自己的熬员要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是银河市场还是坚持篱下 正在这个时候 乌漏偏逢连夜雨 经济已经陷入窘境的小贩 因为桑敖销售居然遭遇到了一个骗子 因为桑敖在中国属于名贵的品种 价值不菲 于是有一些人处心积虑的想法行骗 在同行的交流当中 范合成也听说过一些养殖户 受骗上当的事情 但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有一个人为了骗他的脏骚 居然用了两年的时间 2006年的一天 范合成接到了一个来自湖南的电话 一个自称是李光明的人 要买脏骚 因为晚上有我的手机号 电话 然后就一直在给我联系 结果他想要小狗 所以也想弄一个脏骚基地 开个熬场 喜欢要人家最好的最优秀的 做总用 所以那两只狗 就要的是一公一母 有人要买脏骚 小贩当然不能慢带客户 于是他热情地给那个人 推荐自己熬员刚刚出生的小脏骚 我挑完之后我给他发的照片 我让他看 你要这只要这要哪只 但是李光明对小贩饲养的脏骚都不满意 提出等第二年心下了小杂 再从里面进行挑选 联谊了一年一年多 而且都很熟了 基本上隔天上午的就打个电话 联系 那都一年 那个人打电话大一年多 头一年打电话说要小狗 我们说没有了 说到来年 还老问老问 第二年开春 小贩为他挑选了两只小赞熬 李光明看了照片感到满意 双方写上了一个成交的价格 因为他刚开始养 说家里条件也不好 咱就照顾一下 价格我觉得合适就行了 行了那就 叫打电筋嘛 说这样我给你打一万五千块电筋 总共两只五万嘛 这个剩下三万五千块钱的 等你给我拿回来 等我拿到 苟定了 给我拿回来之后 我再付你这个剩下的 剩余的钱 虽然小贩觉得五万块钱太少了 但是至少可以解决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 而且经过近两年的联络 李光明这个人虽然未曾谋面 可毕竟通了那么多次电话 而且还拿到了定金 应该是个可以信任的人 小贩心想 大家都喜爱吴老板藏熬 以后说不定还能成为志趣相投的朋友 于是小贩就抱着交个朋友的想法 答应了这个便宜的价格 并且决定亲自把藏熬送到湖南 飞机到了长沙 已经晚上八点多钟了 小贩提出藏熬 这时他见到了热情迎接的李光明 李光明带着小贩和两只藏熬 连夜驱车前往猪州 到达猪州之后 李光明提出 先把藏熬放到家里 然后去吃饭 小贩当然同意了 于是李光明就让人把藏熬拉走了 他们把藏熬拉走 我跟他就去吃饭去了 点了几个菜 然后呢 要再煮食 就边吃边聊了一会儿 聊了一会儿 然后他说 吃了有个十多分钟 他就来电话了 他说我媳妇给我打电话了 我出去接个电话 我说那你去吧行 就我们俩人 但是李光明这个电话接的时间很长 一直没有回来 二十分钟后 小贩开始意识到了什么 我就出去找他嘛 一看没有人了 那人我是不是上厕所了 还有别的事 然后我就打电话 接了之后呢 他说 那个兄弟啊 你等一会儿啊 我这会儿有点事 我一会儿就过去 我说行了 后来又等了 再去半个钟头 还没来 我着急要 因为还有钱的给 还欠了那个 后面那个款 还没给 所以几万块钱吧 这时候善良的小贩 才意识到 自己上当受骗了 我说坏了 我说有可能上当了 当人太醒过来 我说有可能上当了 吃饭 饭都没接到 人家上洗手间 然后就出去 人家是当地人不是吗 我就说人家要接走啊 走走 我就转 我看看能不能碰他 我就听 有没有听到狗的叫声 就是没有 找不到 找不到我怎么办 别人就给我建议说 小伙子那你就报警吧 经过这件事情 小贩感觉到了 在做生意上 自己还是缺乏经验 从此以后 再卖藏壕 都是上门来挑 挑好了 误款才给发货 从而避免了 类似事件的发生 由于没有骗子的个人信息 这件事情至今没能破案 范和尘觉得 自己在做生意上 还是有所欠缺 不过吃一欠奖一致 反正之后呢 小贩在卖藏壕的时候 总是会把客户约上门来 看好了 付款才发货 从而避免了类似事情的发生 不过 笑天敖园想要发展 必须要有赚钱的门道 正当小贩犹豫着 要不要改良藏壕品种的时候 他遇到了一个人 正是这个人 让范和尘坚定了 养殖古老板藏壕的决心 这个人是谁呢 正在这个时候 有一天 范和尘参加了一个藏壕的展会 他饲养的藏壕 引起了一个外国人的注意 这个人就是美国国家 选业协会的资深职业裁判 克里斯提纳 克里斯提纳在范和尘的敖园 一待就是三天 哪儿也没去 把小贩下的藏壕挨个检查了个遍 从小的到大的挨个摸骨盒结构 看毛色 掰开嘴 看牙齿 那么作为一名职业裁判 他挑选藏壕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经过一番评测 克里斯提纳认为范和尘饲养的藏壕 血统纯正 属于没有杂交的品种 保持了传统藏壕的古老特征 得到了美国犬业协会裁判的认可 坚定了范和尘养殖古老版本藏壕的决心 他饲养的古老版虎头藏壕 外形高大 厚生低沉 无怒而威 身形比例十分理想 那狗在比赛的时候 也有它的一个国际规格 也有它的国际规格 然后呢 它的肩膏到胸身的地方啊 大概就是55 胸身到脚大概45刚好加起来100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比例 然后呢 身长跟肩膏大概10比9 基本上站好的尾巴 它站起来的时候啊 它站起来的时候尾巴 不能超过这个 尾巴这里 尾尖啊 尾尖啊 没有去掉马的尾尖 不能超过这个 这么短 你超过去 你就是等于也要扣分 也要扣分 尝了尝了 你透气不行 它本身它本来就要飘起来 而且胆壕尾巴不能卷死 你当你稳定下来 它可以垂下去 当你拉着它走的时候 它一定要卷起来 小贩饲养的胆壕 也得到了资深养壕人的认可 它饲养的胆壕 完全符合传统的血统纯正的要求 范和尘选择了坚持饲养 虎头型胆壕的发展道路 坚持不搞杂交品种 这条路是走对了 它经过多年的提纯 不壮 在自己饲养的种群里 坚持优胜劣汰 安安的 它的熬员也建立了一批 血统纯正的虎头型脏壕种群 它养的虎头脏壕 气质高贵 凶猛的秉性自然流露 这些优秀的藏壕 渐渐得到了很多藏壕爱好者的认同 这也给小贩的笑天敖园 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2004-05年的时候 国内的藏壕市场发展得非常的红火 而他们的熬员的规模 也发展到了一个空前的状况 当时的藏壕就有150多只 每月的销售情况也非常喜人 那时候应该是供兵求 那时候100多只 小狗 小狗有100多只 有100多只 平均下来一只有个 5万块钱 5万块钱左右 那一个月你能卖出多少只 那时候一个月 最多的时候 卖的两三百万块 半合成的笑天敖园 在自己和妻子的精心看护下 渐渐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应 现在小贩的笑天敖园 饲养了50多只虎头型藏壕 饲养藏壕的成本 每年大约在50万元左右 出去了房租水电 工人工资等开销 每年能有200多万元的纯收入 在这分凡的蛋糕市场当中 能够坚持原种蛋糕的养殖 是需要有足够的信念 房合成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毅然地卖掉了自己的汽车 来维持熬园的运转 现在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春天 我现在在呢 就是他的新的正在建设当中的熬园 从这个当中也能够看得出 范科成他对原种藏壕的 这种坚持和信心 我们也祝愿他能够早日 守得云开见月明 养殖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我是韩东 咱们下次再见